东北当时下岗的情形比河南还要惨 199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兰瑞就认为 如果加上城镇新增长劳动力 农民工等 当年失业率可能达到21.4% 下岗职工流入到社会后 大部分被迫去从事原先看不上的社会底层工作 登三轮 摆地摊 做保姆 和进城农民工抢生存空间 早上常有人去捡菜市场散事后 掉在地上的菜叶 最严重时 有全家大年三十包一队有毒的饺子 大人小孩一起寻了短见 有油田下岗职工在办公室捅死领导 还有部分下岗工人踩着单车 送老婆去特殊场所上班 下班后又默默接回家 当时又很少一部分东北女性为了养护家庭 流落到巴黎展街 这些人持旅游签证出国 长期不回就成了黑户 因为不是欧美长相 还只能在偏僻街区 接待阿拉伯与黑人移民 二十欧元一次 时常受到暴力殴打 因为黑户又没有办法报警 这些人忍气吞声在海外赚钱养家 但大部分又遭到了家里人的鄙夷 最终都回不去了 大多数国人不太理解 东北人对体制内工作的深度迷恋 其实那只是东北人当年大下岗 被深深刺痛的后遗症 1993年至2001年 中国共有7000万人从国企或集体企业下岗 以一家三口算直接影响到2亿多人 1998年那年最流行的歌曲叫 相约酒吧 554此时还在陈州的县城念初中 现在还轮不到他出场 但王传福和王东升已经开始活跃起来 王传福有一个表哥 名叫吕向阳 同样出身安徽五湖 无威县农村 大王传福四岁 1978年 16岁的吕向阳 接父亲班进入中国人民银行 安徽五湖分行工作 干了15年 1993年 31岁的吕向阳辞职创建融结公司 从事房地产 纺织品行业 赚了很多钱 吕向阳就是王传福的第一同级 王传福从中南工业大学 电池兼交易物专业毕业后 1987年考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读硕士 继续研究电池 1990年24岁硕士毕业 留在该院301所工作 两年后提拔为副主任 又一年后 研究院在深圳成立 比格电池有限公司 刚好是王传福最擅长的领域 27岁 岁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 1995年 日本宣布不再生产涅格电池 身为业内专家 王传福意识到 涅格电池生产基地 将会进行一次国际大转移 虽然涅格电池出现了取代品 但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存在 于是他跑去说服 已经赚了很多钱的土豪表哥吕向阳 请他投资自己 最后拿到了250万元天使投资 1995年2月 王传福在深圳布计联堂的一间旧车间 带领20多个人开始创业 此时他还不知道 公司将来会搞成中国最大的 新能源汽车厂 1995年 在北京的王东升 接受亏损7年的北京电子馆场 已经三个年头了 北京电子馆场是当年苏联援建的 156个项目之一 1956年10月15日 举行开工典礼 连人民日报都给了头版头条 起先的电子馆场无比的荣光 1960年产值就达到了3.37亿元 但随后遭遇到技术替代走向衰落 日本采电产业链进入中国 淘汰了旧产业链上的北京电子馆场 而绑定在新产业链上的714厂 熊猫集团 780厂 四川长虹 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86年 北京电子馆场第七任厂长张红彪 发现工厂资金枯竭 连续11个月不能按时发工资 但财报却显示还在盈利 找财政部的一位处长了解后才知道 原来当时中国企业采用滚动法 而不是西方国家常用的统计法 张红彪主动申请了新的财报法 北京电子馆场30年第一次亏损 才公之于众 1989年军工订单锐减 北京电子馆场连买煤的钱 都是向银行贷款来的 在九仙桥地区 长期领不到工资的老职工 被迫到菜场捡白菜叶为生 1991年春节前 张红彪写信给副总理邹家华 陈述了北京电子馆场遇到的困难 提出电子馆场要实行头份制 1992年7月 北京市电子办主任 要求找一个30多岁 能够跨世纪的干部接班 70多岁的张红彪知道自己前途已尽 他只说 你们赶上了好时代 就发挥吧 这位矮小的老人衣着朴素 看起来像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 自他告别了电子馆场 走入九仙桥街头的人流后 历史迅速淹没了他的痕迹 1992年秋天 王东生从原副厂长 总会计师的岗位上 被提拔为总经理 北京电子馆场 更名为北京东方电子集团 2001年后 才正式启用 现在我们都熟悉的另一个名称 京东方集团 王东生起先并不想接受 北京电子馆场这个烂摊子 市政府在挑选工厂接班人时 第一人选是一名技术出身的青年干部 第二人选 才是财务出身的王东生 那个第一人选 一看工厂亏损成这样了 心理压力过大 拒绝接任厂长 市政府只好去找王东生 而王东生此时正准备跑路 包都打好了 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旗下的 中国租赁有限公司 担任常务副总 大家都去劝他做厂长 王东生说 我凭什么要留下来 一位老同事回他 就凭让我们的师傅 不再去菜市场 捡白菜帮子 王东生被这句话击溃了 他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王东生 要求对企业改革 作为全北京亏损 最严重的企业 上头生怕他 也撂担子跑路 赶紧答应 王东生又去找来了 王家恒 王衍军 陈延顺 都一波新人加入企业 这些人立功甚至 其中陈延顺 1994年进入东方电子 负责筹措私金 当时东方电子 有北京松下 30%的股份 陈延顺去找北京松下的 财务处长王大姐要分红 东方电子 却是个弱势股份 说不上什么话 王大姐叫他喝一杯酒 给20万 陈延顺一口气 喝了20杯酒 明听大醉 喝完还记得踩着单车 从九仙桥往家赶 路上单车 还撞了一辆低市 低市上冲下来四个壮汉 将他一顿揍 他居然没感觉 挨完揍 又骑单车回家睡觉 也不觉得疼 第二天酒醒 他老婆看他满脸欲青 吓了一跳 他才想起来 发生过什么 这400万要回来 企业终于可以发工资了 王东生整治过东方电子后 企业终于不亏损了 但每年只有几十万的可怜利润 陈延顺发现 北京松下 他们那30%的股份 可以坐进账里 拿着财务报表 可以上市 王东生说 你大胆去弄 死马当活马医 但全公司呢 都把陈延顺当成小骗子 说他竟搞些 虚头巴脑的东西 陈延顺拉了个18人的团队 找来了南方证券 做代理商 在一起整整工作了7个月 1997年6月10日 居然将东方电子集团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壁股上市 一下子筹到了3.5亿港元 北京电子馆厂 和东方电子集团都炸了 大家从没见过企业 有这么多可支配的钱 是敲锣打鼓迎接陈延顺团队 从此开始 不管王东生和陈延顺他们做什么 老职工们再也不做任何怀疑 有了钱以后 1998年 京东方高层开始将公司 由传统电子元器件 制造企业改变为新型元器件 整机和系统并举的 电子信息高科技企业 京东方从此跨过了生死界 1998年 经历过大下岗的中国工业企业 猛降到16.5亿万个 工业总产值 34,018亿元 2006年4月 554决定去广东打工 1990年代 中国农村经济一片凋敝 前文所述的1996年 城市失业率是21.4% 农村失业率可能是其几倍 中国一共出现过三波婴儿潮 分别是1950年 1965年和1980年附近 此时农村第三波婴儿潮纷纷长大 大部分念完初中和高中的新年急需工作 大量初期成立的乡镇企业倒闭 青壮年寻不到活路 农村治安恶化 车费路坝横行 各式的火车站都成了藏物纳购的集中点 经济问题引发社会问题 1980至1990年代 我们常听到的严打 主要是大量闲散人员造成的社会困境 1990年代的中国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十分痛苦 幸好当时选择的以外贸为主的工业链条 拯救了整个国家 广东省深圳 广州 东莞 中山 惠州 佛山各式发展起来的外资工厂 吸收了大量来自湖南 四川 江西 湖北 贵州 河南 重庆的农村青年 554那时还没有读完高一 在家里瞎溜达了两年 他爸害了肺病 必须要出门挣钱了 和当时大部分湖南农村青年的命运一样 家里脱关系 找到广东 东莞 唐煞一亲戚家 赶去138工业区 一家叫尚泰的高尔夫工厂 寻个活命的差事 也就是在这里 他成为了我的同事 春州紧连广东省 554乘火车经韶关 只用了几个小时 便到达了广州 554说 他永远都记得 2000年广州火车站 混乱的场面 出站口 有无数光着膀子 露出纹身的光头壮汉 不怀好意地盯着出口处 像打量肥猪一样 打量了乘客 火车站前屏上 躺满了奇怪的人 那些人扑了些破破烂烂的席背 就大赤赤地睡在前屏上 垃圾扔得满地都是 看起来无比混乱 和他同行的书贝 严厉警告他 低头快走 不要看任何人的眼睛 他不知道 为什么不能跟别人眼神接触 感觉像穿过战区一样 急步冲过了火车站前屏 一直到火车站右侧 有一排打电话的地方 他们在电话停下面的台阶下停下 他看到书贝紧张的神色 才缓和下来 忍不住好奇 问为什么这么紧张 那些都是吸毒的 他书贝说完 就爬上台阶排队去打电话 台阶上坐满了人 看守电话厅的人 一边嗑瓜子 一边很不耐烦地叫客人 一个一个上来 他们足足等了半个小时 才打通电话 通知唐莎的亲戚 他们已经到达 然后到对面 流花汽车站 乘上一辆 装了四十多人 破破烂烂的中巴 经过五个小时 到达东莞唐莎 那时候上泰高尔夫工厂前面 有一面铁制的招工栏 专门张贴招工信息 因为出两准时 每天都有几十人 到招工栏前面窥探 554看到张贴了 招聘十个普工的信息 第二天 居然来了一百多人面试 他那时才感觉到 当时中国农村事业人口的恐怖 保安要拿着橡皮井棍 大声吆喝 才能维持住现场秩序 有熟人介绍 554顺利进场 到小秋头加工组 负责调球杆 2000年 他底薪300元 普通工友加班费 是1.8元一小时 他是案件记仇 一个月工作320个小时 能挣1200元一月 但在当时的广东呢 最可怕的不是枯燥的工作 跟无休止的加班 最可怕的是 飞车党和治安队 据554回忆 当时他们班上 所有来广东打工的同学 没有一个人 没被飞车党抢劫过 飞车党通常是两人作案 一人负责驾驶摩托车 另一人负责抢劫 他们会将摩托车 快速驶进路人 车后座的人 会迅速一把抢走路人的手机和包包 当年飞车党是极其猖獗 由于摩托车又快又多 唐沙镇一天就有上百起 飞车抢劫案件 几乎无法治理 554说 2002年 有一个月工资拿到了1600元 他拿这笔钱买了一部波导手机 他这么高壮的人 在路边打电话时 都被飞车党一把抢走 而且将他拖到地上 一副裤子都磨破了 经过一年又一年的治安恶化 当时在广东 所有人只要一听到摩托车的声音 都会高度警觉 武警包包收起手机 四下警戒 2006年 飞车党抢劫时 连续是两名女生撞在路边石阶死亡 媒体纷纷报道 一时民愤激起 广东大多数城市决定开始禁谋 全省的治安从此得到彻底转变 两名女生用自己的生命 阻止了广东抢劫案的泛滥 另一个让所有外地打工者 背绝害怕而恶心的 是治安队 飞车党抢了就跑 毕竟觉得理亏 当时的治安队 则是明目张胆的欺压外来人口 治安队最为擅长的是 开车堵住一条街道的两个口子 治安员就挨个查赞助证 凡是没有赞助证的 就拿铁棍赶上车 有反抗者就要吃一顿打 许多人出来广东 根本不知道要办赞助证 而且很多人是赤贫农民 能不花钱办就不去办 当时办证手续也繁琐 只有在工厂正式上班的人 工厂才会统一办好 554当年就被抓进去过两次 见到有反抗的人 被拉到账目头的收容所 打得头破血流 拉到收容所后 治安队会让你打电话 叫亲戚来赎人 一次400元 没有人赎的 会被拉去修两个月铁路 再给你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收容所里 时常听到一些 害人听闻的暴力事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